当下说梦想很流行,凡是最终都能落脚在这个时代关键词上,这并非我们独有。 2007年,卡塔尔提出《Aspire Football Games》追求足球梦,很直白,而此处的《Aspire》也是王氏花费居资新建的体育运动学院的名字,名气极大,你如便是在那里帮助卡塔尔人在追逐梦想。 没有机会看到卡塔尔人梦想文本,但其目标再鲜明不过了,身半世界杯,强大国家队,第一个目标大约用了四年时间便实现了,第二个目标理论上是十五年,在本土世界杯萨上,争取杰出错过。 一个只有二百多万人口的小国,可选菜对象不超过三十万人,足球梦课程现实吗? 卡塔尔人认为没有什么不可能,雄厚的财力,让他们可以延拼全球化团队,将蓝图变为现实。 德国人布莱特曾在国内拥有管理奥林匹克训练基地的履历,七年前被一份优厚的合同,吸引到了西亚小国,他的重要使命,是为卡塔尔预育出未来的足球精英。 在一个规模酷似城镇的小国之中,哪怕规划出塞瓦贝的全国性人才培养计划,过小的人口基数,都会让足球猫难有未央之实。 布莱特来到卡塔尔之后,请到的第一位帮手,名叫科洛莫尔,曾经观至巴塞罗那负责清宣的副总裁,名头不重要,就是他当年的阿和廷发现了梅西,仅此便知其伯勒之呢? 克洛莫尔,思路狂言,提出向非洲要人才的战略目标Aspire非洲,广袤非洲与西亚国家有着文化和血缘的天然精进,只要用性便合一找寻到丰富的足球人才精况。 我们必须钦佩卡塔尔人的行动能力,执行计划的第一年,他们便在非洲七个国家的595个地区,考察了43万名非洲少年。 球炭们的足迹探寻至沙漠深处,甚至在扎火未曾消散的地区,也常见肩负特殊使命的球炭,在持枪保镖的护卫之下,乘坐大吉普呼啸而过。 七年间,体育学院轮迅了来自不同国家350万名青少年,卡塔尔人执着地想找寻到可以照亮世界的足球巨星,他们忍受不了自己的国家队,在世界排名上,与金巴布魏和摩尔多瓦这样的国家比肩。 其选菜计划也走出非洲,韦地马拉,哥斯达里加和巴拉圭,甚至在越南和泰国的足球少年,也挨到多哈一道,成为足球梦想中一点心火。 融入伟大梦想的孩子们的父母,每年可以从卡塔尔方面获得5000美元,到多哈看望孩子的所有费用,也都是由卡塔尔人买单。 每年Espire学院每年初都会举办EKF杯,邀请世界顶级俱乐部青少年队来此比赛,卡塔尔人特意将自己本土少年组成一支球队,外来孩子组成足球梦想队参赛。 今年的比赛结果是,本土少年仅仅名列地带,而足球梦想队打进决,赛与黄马交锋。 来到多哈寻梦的非洲孩子,最初不过是想脱离苦难无望的生活,几年后,偶然在铲遍遇到的欧洲球探会,为他们展现出更为诱人的未来景象,有几名孩子变强然离开Espire学院,在球探的运作之下,奔赴欧洲继续寻梦。 其实,根据最初孩子们与学院签订的合同,被经Espire签字认可,他们是根本没有可能展开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道路的。 卡塔尔人深知,凭其采力到了2030年,一定会实现发达社会的宏伟目标,但是断然无法营造出欧洲足球300年之基地。 因此,足球梦想的孩子们,还是要尽快登陆欧洲,卡塔尔人迫切需要分享欧洲职业化的红利。 有钱人的思路很简单,需要的就买下马,控股道巴黎便是最好的例证,而为孩子们在欧洲角落脚之地,可以更务实一些,卡塔尔人将目光投向了比利时。 奥伊鹏,比利时东南部边境小城,20万人口,德语文化区中心。 此地静谧,历史流行,不过是二战中,著名突出不战役的战场而已。 城中最大酒店房间不顾28个,时间在此仿佛可以停滞,只有每天学生放学和周末,本地足球俱乐部KAS。 对比赛才能引来喧嚣,KAS。 俱乐部69年历史,在比利时低级别联赛中平淡度日,八千作习的体育场险露破败。 呼一日,二十人一行的卡塔尔代表团,坐进了KAS。 俱乐部小小的会议室,当地人有些兴奋,传说中的投资人终于来了。 谈判桌上,英语,德语,法语和阿拉伯语齐飞,那翻译所耗费的周折就别提了。 其实,谈判双方的诉求很清晰的,卡塔尔人许诺帮助KAS。 走出财务困境,比利时人则要为足球梦想的孩子们提供进入欧洲职业足球的路径。 按照布莱特等人的规划,孩子们落脚欧洲后,在Aspire的监管之下,数年后极有可能获得欧洲国家护照,凭此身份之后闯当天下,将没有任何限制。 成才后再为卡塔尔国家对效力。 2010年开始,Aspire便规划在欧洲拥有一家俱乐部作为球星孵化器,意大利,德国,西班牙俱乐部都不顺理想,那是因为这些国家早就规定在职业俱乐部的情绪体系中,外籍孩子的比例,意在保护本国孩子的成长不受影响。 葡萄牙和比利时尚无此规定,较为理想,更为理想的是,在比利时居住超过三年时间,孩子就能申请国籍,来自非洲的足球梦想的孩子中不少人会说法语,比利时自然的理想不过。 奥伊藤人始终保持审训的态度,他们需要卡塔尔人一次性的400万欧元投资,以尽快偿还200万欧元债务,每年20万欧元的清绪投入,可以让训练保持正常。 双方达成协议,卡塔尔人不得过多插手俱乐部清绪事务。 但在布莱处的协助之下,科隆俱乐部的高管人员,空降这家小小的俱乐部,作为SPIRE项目的联络人,聘请西班牙教练,对孩子们的技术精雕细刻。 16名足球梦想的孩子,和4名教练来到奥伊藤之后,彻底改变了K&S。 情绪中的国籍成分,此型一半的孩子是比利时出生的,如今则是满眼里都是陌生的非洲孩子。 明年,第一批登陆比利时的孩子们,就将结束与K&S的职业合同,他们已经熟悉了欧洲的环境,他们每日里都在看艾托奥的录像, 以便便回味着这位哈奈隆球星次小床当欧洲的传奇,内心不断激励着自己,他可以,我为什么不能呢? Aspire非洲计划始终未曾停歇,每年都会沿着非洲多哈比利时的路径,出类拔萃的孩子,进入欧洲职业足球的躯体之中, 卡塔尔人坚信,他们迟早都会拥有一支强大的国家队,2019年亚洲杯是第一个丰硕成果。 等到2022年,卡塔尔人在自家他间的舞台上,还有更多的渴望,万人可以对于卡塔尔足球强盛计划品投论足,甚至不屑一顾, 但卡塔尔人坚信此种模式,使用于当下目标,但卡塔尔足球运作的现代性,一贯之的执行力是不忠的事。